对不起我不应该看不起科比科 yahoo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朋友小子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些 平价又大碗的偏稀稀小零食 基本上都是不超过5块钱的 这个精益珍的黑糖沙奇马 我偶然在货架里发现 它这个黑糖沙奇马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它这个黑糖的味道 比较纯粥 会特别的甜 这个沙奇马本身呢 是那种蓬松柔软的 整个吃起来呢 比较不会腻 就是稍微有点黏牙 接下来是可乐赤尖 平常不是后焦 或者是五香的味比较多吗 然后我看到一个可乐味的 我想尝尝它是不是可乐吉尘味 这个吃起来脆脆嫩嫩的 但我感觉还是五香味 里面有一点点的微辣 还是挺入味的 吃着也还可以 很香很多汁 但是它跟可乐吉尘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下一个 可比克绿茶青梅味薯片 这个算是贵的了 这个4块6一袋 我真是老长时间都没吃过可比克了 还有多少人记得 周杰伦曾经代言过可比克 片片香脆 可比克 我的选择可比克 一股茶香飘了出来 很好吃 它这里面的绿茶味道 存在感很强 然后还有淡淡的 酸酸甜甜的味道 关键是我不敢相信 这个居然是可比克 这么酥脆清爽不油腻 而且这么薄 我吃乐视的那些年 它都经历了什么 对不起 我不应该看不起可比克 因为我小时候 它真的非常硬 接下来 我们的老朋友 加世力 果乐 果香 小饼干 没错 我又买了 便宜又好吃的典饭 这一大包是7块9 但是里面有很多小包 好吧 我以为它是那种装的 但这个是一盒装的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 那个一小袋几毛钱的 这个熟悉的画面 这晚上真的是 我吃没了就想买 吃没了就想买 它里面那个麦芽糖 吃起来耿耿啾啾的 再加上外边饼干的 那个酥脆 就很有层次 我感觉这个真的不用多说了 有没有也很爱吃 这个小伙伴出来指一声 接下来是 旺仔牛奶出的这个冻吃 你们吃过没 原味的就是 可以冻着吃的旺仔牛奶 我买的是双拼 牛奶味和红豆味拼的 你冻好了之后 就这样给它撕开 好像有点画了 它就是旺仔牛奶冰沙 我怀疑它就是 直接把旺仔牛奶灌进来 关键它真的挺好吃的 又有老冰棍那种清爽 然后又有旺仔牛奶那种浓郁 而且你买了之后 你可以直接就拿 这个小袋长文保存 当你想冻着吃的时候 你再冻进去 接下来是 红糖小麻花 因为上次有一个酒店 给了我一个 然后我忘了是啥牌的 我就瞎买了一个 你看 它咋这样的呢 之前那个上面亮晶晶的 好好看了 就是像图上这样的 你的衣服呢 它有一股油的color味 然后外面也没有 我想要的红糖粘粘的 也没有太多的红糖味 有没有好吃的 给我推荐一下 接下来 又是它 干边鱿鱼丝 我又买了 我的最爱呀最爱 六毛钱一袋 一次买30袋 嗯 就是这个老味道 甜甜 咸咸 黏黏 哽啾啾 感觉这破碗 我能吃到50岁 我最近发现一个 银色袋 不透明的 也叫干边鱿鱼丝 一点包吃 千万要买这种透明袋的 火旺炮啊 火旺炮 才是小时候的味道 最后一个 纳宝蒂的 布朗尼 树心曲奇 它是一个网友推荐 我之前没有吃过 里边有拔块 有一点潮湿的手感 不是猪心 心跟它一个色 看不出来 口感不错 是那种密度比较大 然后湿湿软软的 那种软曲奇 口感比去多多的 那个软曲奇 要再细腻一些 但就是它还挺甜的 可能要配牛奶 茶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什么香香 小银食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呀 我们下次再见啦 Bye